大家好,我是四眼阳光 开始这些话题前啊 想问问大家是不是都被这个标题吸引而点击进来看呢 我先卖个关子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每天早上发一条四眼阳光晨曦会语 至今已经坚持了五年多的时间 还因此吸引了不少同体的朋友和客户 现在我的视频号做了将近七个月了 不仅已经有了变现的客户 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世界一下子通过视频号变得很小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变得很近 更重要的是 在很多的优秀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 并实现了自我的成长 情趣用品 这个概念就是由视频号的大咖 前景无边的吴老师首先提出的 在由罗杰斯演讲的耿老师发言光大 何谓情趣用品 就是说一个好的视频号 必须是有情有趣有用有品 要由心而发有利他的思想 不断说出高品质而有气的内容 才是一个优秀的视频号组应该追求的境界 朋友们认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